才宣布围台军演取得阶段性成果 然而解放军海陆空实弹演讯仍持续进行 自好没有落幕的迹象 连CNN也忍不住嘲讽 因为就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前脚刚离开没多久 美国议员又率团抵台 接力访台的举动挑战陆方底线 佩洛西身为美国政坛第三大人物 是二十五年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官员 二零二四年将迎来台美大选之年 有了佩洛西打头证 想必届时会有更多美国官员来台 因为访问台湾 在台湾很容易成为媒体焦点 这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 很便捷很便宜的造势方法 那就发现来台湾 搞不好还可以募款 对不对又可以造势 美国官员无视陆方警告 让台海紧张局势升温 对此有评论指出 台海在二零二五年到二零二七年 将是最危险的阶段 美国从二零一零年代末期 开始规划全新对华战略 海陆空军备都需面临转型 美军将陆续在未来五年内 淘汰各式舰艇 因此二零二七年正是美军军力 最清皇不接的空窗期 被认为是中美军力 呈现黄金交叉的时刻 对此商业收看也指出 二零二七年台海终需一战 新加坡后任总理黄旋才接受 彭博社专访时警告 美中目前关系非常令人担忧 若双方不互相接触 设法让台湾问题缓和 中美可能会如梦游般的陷入冲突 记着财新晨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买 好